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 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 欢迎那时机前的观众朋友 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卫战 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 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一倍湿冠名播出的药宝是一倍湿 一倍湿坦润保湿水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栏目 可以关注一倍湿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一倍湿的线下销售网点 尽情报名 要旅游 找图牛 图牛旅游提醒您节目首播期间 打开图牛客户端 赢百元现金券 本节目由海伦凯乐 林志玲专属太阳镜 大力支持 现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爱情保卫战的官微 即可网上报名 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 与我们的情感专家在线互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请您再一次的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他手机的客户端 进入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 天津IPTV网络电视 或万事他手机客户端 继续观看本期节目内容 请您打开手机 微信摇电视 进入爱情保卫战的互动页面 百万的红包等您来拿 今天我们请到的老师是谁呢 我们请来了资深的媒体人 阿蒙老师 欢迎阿蒙老师得到来 心理方面的专家 于继静老师 欢迎于老师的到来 当然还有你们的爱情导师 图磊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的到来 接下来先了解 第一对嘉宾朋友的基本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说你母亲对她的看法 为什么那么大的冲突 我们两个人认识三年多了 我们两个人认识三年多了 除了我的朋友圈以外 然后她妈说我利用我的金钱 利用我的优越条件 牵制着她儿子跟我在一起 那是我妈说的 再说我也跟我妈解释了 我说咱们两个之间出对象 跟金钱一点关系没有 你说你总是扰得这个事情不放 对 但是也确实 咱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 也都是我在花钱呢 你花过钱吗 那我最后不还上班了吗 你上班了吗 那是什么工作 对 我工作 每天早上九点到晚上五点 你每天都晚上五点 正常下班了吗 每次都是无条件地去加班 我工作不好 根本每天见面的机会都没有 这叫出对象吗 你能不能听我说 你玩的吗 你能不能听我说 说吧 真的 一开始是这样的 就是我不上班 然后我一直她上班 然后最后呢 她说我一天在家待着 游手好闲的 最后我又上班 她又说我天天不陪着她了 然后她妈说我 说我的工作真的少 你是你家有钱 你妈也很厉害 你妈也很有钱 你看你妈一天打扮的 画质招展 穿金带银的 真的 就全身挂的全都是金手式 像个圣诞树一样 圣诞主持人 就差像一个大金牙了 扭呢 那你也跟你妈相搭进牙圈 这个 她母亲认为 你是拿钱控制她是吧 对 她母亲认为我给她花钱 是就控制她儿子 跟我在一起 哦 那那就别给她花了呗 跟她妈说一下 不就完了吗 这她妈根本就 跟我就不沟通 没有办法去沟通 哦 没办法 而且就是每次过节的时候 我去她家 然后呢给她妈买一些礼品之类的 然后她妈每次都是 把礼品借过去了 然后带她不洗脸的 把礼品放在桌子上之后 往凳子上一坐 根本连一个面目表情都没有 我妈 就是僵硬的 坐在一个座 你听我先生完 我现在我说话呢 你别插嘴 主持人你看她经常是这样 我现在说话呢 她妈把东西放在旁边之后 坐在沙发上 两个小腿包一搭 面无表情 我怎么在她家待 而且就是一句最难听的话 我去她家有几次了 她妈绝口没说 你在我家吃口饭呢什么的 她妈连这句话都没有 我连她家饭碗都没见着过 再说了你去我家 你说我妈没有给你做饭 没有给你这个 没有给你倒水喝 那我已经给你写出了很多次了 我妈是担心你在我家吃不习惯吗 有什么可吃不习惯呢 我妈不会做饭吗 我妈在家做饭我能够吃 你妈做饭我为什么不能吃 最后我不还是领你出去吃的吗 也是我花了钱 出去吃的在家家里吃的氛围是一样的吗 气氛是一样的吗 没别的了吧 还有 她有一次说她妈住院 然后呢她给我打电话说她妈生病了 然后呢我在医院找人 然后呢去安排病房去安排住院 而且花销 然后呢刚开始的时候 她妈在住院的时候 对我还有一点笑脸 那她母亲 呃离开了医院出院了之后 那个翻脸比翻书都快 回家就说我的不是了 所以我安排的病房 环境又不好了条件不好了 一个双人间还有什么好环境吗 我妈我妈长年的失眠 你说你给我妈找个房间 找个两人间两个病人 让我妈怎么睡啊 那八个人的病房人都能住呢 四个人病房人也能住 两个人病房人你妈就住不了吗 我问问啊 她母亲住院都是你安排的 钱也是你花的 住院的所有的费用 还有我找的人找的专家号 然后所有的病房都是我去安排的 我给她安排 我就是说怕她母亲闲场 四人间我都没给她安排 我安排的是双人间 难道说像她这么说的话 我还要给她母亲建立一个医院吗 不是后来的那些话是谁传过来的呢 是当着你的面说的 后来后来的这些话都是 我们两个人在唠嗑的时候 就吵架的 我吹走嘴了 对吵架的过程中她说出来的 行行我明白了 这次没了吧都心脏病了 应该不会再有更大的事了哈 没了吧 没有更大的事了但是还有事 还有事啊 那你说吧 因为她家的条件是一般 然后呢那个时候我找了买房子 毕竟我比她大 然后呢她家说了 没有那个条件去买这个房子 而且我跟我父母协商了 这个房子由我来承担这个房钱 然后我去买房子 后来她妈说了 我买房子 还要写她儿子 这件事情你总是得礼不饶人 我什么叫得礼不饶人呢 正常结婚的话 应该是男方买房子写女方名 为什么我买我花钱买房子 还要写你的名字 是你娶我还是我娶你 那不是咱们两个过日子吗 再说了你能不能考虑考虑我妈 咱们两个过日子 难道我就得给你买房子吗 你妈说让我买房子 然后写你名 我还得给你家买房之地吗 我妈不是担心我以后怕受到 咱们两个如果在里头怕受到伤害吗 再说了最后 如果咱们两个分手了那个房子 是你们 是不是写的你名 我买的房子 必须得写我名 这次该没了吧 还有一次是她妈 让我帮她弟弟去找个工作 这是她妈亲自给我打的一个电话 就是我在我意料之外的 她妈都打了电话 然后我接起来之后 她妈是说让我去替她弟弟去安排一个工作 然后呢我确实我几乎每天都在忙 我没有什么就是合适她弟弟的工作去给她 然后我就把她弟弟安排在我这 安排在我的酒吧里上班 毕竟就是说属于是自己的家里人 在我这上面呢我会照顾她一些多一点 然后呢我不能说她弟弟在我这不好 但是说在上班期间她绝对是好吃懒做 然后呢 那不是我的弟弟吗 我弟弟才不到20岁 那去你酒吧就是一种历恋呢 不到20岁 不到20岁她是小孩吗 然后经常挑我弟弟 说我弟弟在她家经常签单 带着一帮朋友去我们家玩 然后呢跟我说 姐啊我这帮朋友的那个钱你别要了 我一人再二三的去给她签单免单 不是说一个单两个单的事 还有一件事 然后在酒吧她也是跟我 因为这件事情吵了半个多月 有一次酒吧打仗 我们家酒吧打仗 然后呢她弟弟拽着她直接就跑了 我就在想你身为我的男朋友 你把你的女朋友身为你的女朋友 扔在那个现场 你感觉合适吗 陈瑜你五大三出广大凶妖的 打架你啊你还能打不过她吗 我可能跟人家去干仗吗 我跟你讲啊这是怎么回事 那天呢酒吧确实打起来了 换成在座的所有每一个男人 可能把自己的女朋友 扔在一个打仗的现场吗 你问了在座的所有人 你有理吗 那天只是两个女的打架 我一下也没有什么事 两个女的打架怎么办 两个女的打起来有可能比两个男的打得还好 你能不能让我说啊 你说吧 然后呢当天呢只是两个女的打架 我也想呢也不可能打成什么样 然后我弟弟呢也是怕我脾气不好 怕我再上去跟他们打起来 所以把我拉到门口了 然后我最我不是一直也在后面守着你吗 你说就因为这件事情 半个都也没跟我说话 你是在楼下守着了吧 如果他们两个真的打到一起的时候 如果真的有意外碰着我的时候 那就不是你在楼下守着我了 你是一二人在楼下守着我了吧 陈宇你莫两句说话 行了你别只想说 你这体格你能不能打过他吗 打不过 你现在还花他的钱吗 实话实说 我花点你钱怎么办 其实花点钱无所谓 但是我为什么要花钱不讨好呢 费力不讨好呢 你当初喜欢这个小子什么呀 因为第一当初吧 他挺文静的 而且呢 就是在我俩认识的期间呢 他是跟朋友去酒吧喝酒 然后因为当时呢 他的朋友有一个过生日的 因为我是为酒吧老板 然后呢 他们还是新客人 我就送了一些果盘干果 或者蛋糕之类的吃的 然后呢 去跟他们喝了两杯酒 然后呢 后来互相留了一个电话号码 留了一个微信 然后呢 就是慢慢的呢 他有的时候会发个微信 说你吃饭了吗 就是那种 区域还问暖的那种感觉 就说是 在我们 就在女人看来说 这个男人不错 就这么喜欢他了 你觉得他会对你好对吧 对 他对你照顾的好吗 确实挺好 确实挺好 你承认是吧 你打心理 你瞧得起他吗 如果说我真看不起他的家庭 他的家庭条件一般 我看不起他的家庭的时候 我完全可以离开他 我下面有件事 其实挺担心的 因为在小片里你说 要不然就让 要么你离开你妈 要不然你让我离开你 这是今天 这是我最终的观点 我妈养我那么多年了 我怎么离开他 你就不能跟我妈好好的吗 但是跟你走到 走到最后的是我 不是你妈 嗯 好吧 我下面最担心的一件事是 好像还要跟你母亲有个连线 是的 呃 你不会跟人吵起来吧姑娘 不能 那我们就 试着接一接小伙子母亲的电话吧 来 喂 您好 我们这儿是 你好 爱情保卫站 您的儿子小刘和他的女朋友 小陈在我们的现场 呃 我有几个问题想问问你 您看方便吗 方便 请说 啊 您喜欢您儿子的女朋友吗 如果说那个 心里话吧 心里不太舒服 呃 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年龄比他大几岁是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他是酒吧的老板 酒吧的人都不好 我我我 他总有闹事的 我心里不太放心 哦 这个小陈当着您的面 跟您发过火吗 反正就是不说什么发火 就是说声音大了一点的说话 他对您会非常强势吗 嗯 比如说拿话冲您什么的 对啊 我们俩都是强势女人的 哦 他经常跟我妈喊 就跟喊我一样 我什么时候跟你妈喊了 你怎么就被我妈喊 现在电话已经接通了 你先把嘴闭上 电话已经接通了 现在阿姨已经听着呢 好好好 哎 如果您儿子一定要娶她的话 您同意吗 哎呀 如果我有心的时候 就得说同意 从内心的时候 就有点不太舒服 行 我再往下问 他们结婚之后 是住在一起 是住在一起还是不住在一起啊 我不跟他们住在一起啊 各过各的是吧 不都买房子 还跟我不一起干嘛呀 哦 以后您还管您儿子吗 管呢 必须管 我的儿子我能不管吗 他结婚以后你也管啊 结婚以后 他就是 嗯 怎么说呢 有的时候吧 就必要的时候得管一管 啊 比如说什么事呢 嗯 他们家我 我可以不管 你儿子 工作了 还没用的了 那都是你儿媳妇管 你是娶媳妇呢 是娶保姆呢 你怎么跟我妈说话呢 我跟你妈说话怎么的 你吃的住的用的都得我管 吃的拉撒都得我管 你是我生的呀 小诚啊 你你听我说一句 你说你俩结婚呢 你不管谁管呢 但是我俩现在是没结婚呢 而且我听说 听你儿子说的啊 啊 现在你每个月管你儿子 要两千块钱的赡养费 但是现在你儿子没有工作 已经半年了 这两千块钱可都是我给你拿的 我父母年龄那么大 我跟你说 我养我儿子脚 他要 他要善养我老 你儿子一个月月 还没赚到两千块钱呢 我来打断一下啊 呃 如果他们分开了 呃 这个钱要还给这姑娘吗 这个钱不用了给他啊 他给我 他给我的收养费啊 他接受 那是 他接受我的儿子了 行 那我明白了 谢谢你啊 再见 所以这个中国的老话都说的特别好 吃人的 拿人的 你们看怎么办吧 老师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阿姆老师 我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 不知道该如何去说 哈哈哈哈 因为我觉得 你们两个人真的不太合适 是 那小伙子 你认为你妈妈在对待她的问题上 过分吗 她再说她也是我的妈呀 她也不能 是 也就是说你的这句话呢 其实你认为你母亲 很多地方做的不是特别认可 但她毕竟是你母亲 你不能背叛她 是吧 我相信这位小伙子 其实你知道你女朋友过得很不容易 你也知道你亏欠她很多 但是呢由于你自身的自尊 抑或是你维护你母亲的形象 所以你违心的在和她进行争论 所以你的底气不足 因为你其实内心中 是站在她这个角度上的 只不过由于那边是母亲 小伙子 我个人观察 你有很强烈的恋母情结 这个恋母情结体现在对于母亲的依赖 而且你的思维意识 跟你的母亲非常靠近 我再冒闷问一个问题 你父亲跟你母亲关系怎么样 他们是从属家庭 就是小的时候是不是你的父亲 你跟你亲生的父亲接触的很少 那这就是一个问题 就是在家庭里 作为一个父亲的角色的缺失 对于男孩子的这个男性 还有父亲 父亲形象的这个观照 在他内心当中实际上是失衡的 但是你为什么找他呢 你不觉得他像你一个心脏妈妈吗 男性在最早接触异性的时候 就是母亲 所以每个人都有恋母情结 你不用抵触这个问题 只不过由于你的母亲太强势 他剥夺了你自我意识的这个权利 而且因为你母亲很强势 所以你的人格 镶嵌在你母亲的那个思维模式里 你们变成了固不可分的 这个这一点我个人觉得 我挺同情你的 你很痛苦 因为你不可能跟你母亲剥离 你要时时刻刻维护你母亲的形象 那遇到和你母亲产生争执的女性的话 你没有任何的办法 所以我觉得减轻你们俩最好的痛苦的方式 就是分开 而且越早越好 但是我 还有一点我个人觉得 小伙子你完全不独立 不像个男人 你刚才说的每一句话 其实我觉得你都不自信 但是你也没有办法 因为你长期小的时候 就缺乏父亲的能量 和父亲的这种意识形态 所以你的男性的那种思维模式是缺乏的 比如说我就花你一点钱怎么了 这个是典型对于女性的一种依赖 那么你为什么会找到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呢 我觉得她弥补了你成年的时候 对于母亲那个角色的一个需求 她能照顾你 能给你钱花 所以我希望你能注意 如果有一天你不能够独立起来 而是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话 你以后找的哪一个女孩子 都将给你母亲成为劲敌 因为你都在找你另外一个母亲 所以我希望你们两个人好自为之 好聚好散 好 谢谢 谢谢杨茂老师 那我想说心之口快 善不善良 暂且不论 那么今天我在现场听到的是 母亲在电话的另外一端 说话是比较中肯的 但是我听到今天你的这个气场 其实是很冲的 当在全国人的面 妈妈是自制的 而你是失控的 就是在这种场的感觉下 没有任何一个长辈 能够接受到两个 长辈永远是长辈 这个别说在这个地方 那么这位先生 你能平衡你和你母亲 和现在女朋友的关系吗 你平衡不了 你甚至在这个环境当中 起到了一个破坏性的作用 所以说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的话 那么这两个女人 你是无法扭在一块的 这个姐弟恋 谈恋爱的时候很舒服 但是该担当的时候 他担当不了 所以我有一个结论 你们两个人适合谈恋爱 不适合结婚 OK 好 谢谢 胡老师 其实你内心深处 最不舒服的一点是在于 你口口声声瞧不起我这个职业 但你又得靠我 我做了好人 结果还不了好 对 你这个人如果嘴下留点口德 再有点个人修养 在今天的事当中 你也就没有什么更多的错事 你自立根生 自己养自己 心吃狗快 虽然话没落好 干干干活都干 钱给了 医院安排了 但到了最后你没落好 我相信阿蒙老师说的那些 所谓原生态家庭的影响 确确实实是构成事情的主要因素 但我从来没在这个舞台上听见一个男人说出这么没骨气的话 那我花你一点钱怎么了 我不建议说夫妻之间一定要男的挣得多 女的挣得少 大家有多少能力就为家庭贡献多少 男女平等 但是我真的从来没有听过一个男人这么没骨气的话 而且他妈的话也让我非常的惊奇 赵燦老师最后那个问题问的好啊 那那些钱还还给女方吗 那我不还 这言下之意让我感觉好像是 你看我的儿子这么年轻就赔了他三年 而且你还是干那种职业的 会把我儿子带坏的 难道我落点实惠还不应该吗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去想想确实如此 既然你这么看不上这个职业 你还干嘛要让自己的儿子落他手上呢 你干嘛还要收赡养费呢 你干嘛还要别人去安排病房 要人家去安排自己 还有那个小儿子的工作呢 又看不上人家 又让人家做这个做那个 自己没有一点贡献还口口声声 花你那点钱干什么 你是个男的 你怎么说得出口 所以我没什么别的话好说的 就这样 什么样的女人照出来就是 对面就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就你变成这样跟他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你没有跟一个男人在恋爱 你是跟一个男孩在恋爱 现在知道累了 我如果是你 我至少先活个人样 我觉得你现在真的不适合谈恋爱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其实吧 陈瑜 这三年呢 对于你来说 有挺多事情 怎么说呢 有挺多事情对不住你的 我也知道你是爱我的 我以后 我会学着慢慢地改正我自己 然后 作为一个男人 我自己 挣钱养我自己 我也希望你给我一个机会 好 可以吗 你每次都说处理问题 但是每次的问题 你都没处理好 所以我要考虑考虑 在书书 还想 行了 两位请回吧 关注我们的节目信息 请关注新浪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网云娱乐 凤凰娱乐 欢迎登陆优酷土豆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乐视网PPTV 聚力爱奇艺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接下来看看 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